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长白草 日域七十毒 得茶而解枝 由此可见 茶具有许多疗效作用 茶叶中含有的特有成分和功效包括 咖啡因提神强心 而茶素类抗氧化降低胆固醇 维生素包含维生素A、E、B1、B2及C等 能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富含甲促进血纳排除 预防高血压、黄酮醇类消除难耐的口臭 以及造素抗炎、氨基烙酸酱血压等 然而不管是多养生的食材都有其禁忌 这也就是我们时常在农民利好看到的食物香可A 如果把茶和其他食材乱搭配的话 不仅无法顺利摄取营养 反倒还会产生致病的有毒物质 影响我们的健康 如下面的几种食材 千万不要和茶一起食用 一、茶和白糖茶叶味苦性寒 人们饮茶的目的就是借助茶叶的苦味刺激消化线 促使消化液分泌以增强消化机能 再就是利用茶的寒凉之性达到清热解毒的效果 如在茶中加糖就会抑制这种功能 所以你若想要点外面的茶饮 也尽量选择微糖或无糖吧 二、茶与药茶叶中的柔酸 会与某些药物如硫酸亚铁片、购蒙酸铁案、黄莲素等 起化学反应而产生沉淀 影响药物吸收 而若用茶水服用镇静药如本巴比托、安定等 茶叶中的咖啡因和茶碱等兴奋剂 就会使药物的镇静作用抵消或减弱 因为药物种类很多无法一一掌握 因此建议服药时一律用温水送服 有益无害 三、茶与酒不少人酒后都爱饮茶 想达到润造结酒、消积化石、烹调水道的功效 但这对肾脏是不利的 因为酒后饮茶 茶碱产生利尿作用 这时酒精转化的乙泉尚未完全分解 即因茶碱的利尿作用而进入肾脏 以全对肾脏有较大的刺激性 从而易对肾脏功能造成损害 于是肾寒、阳尾、小便贫着 高丸坠痛等症状皆通而至 四、茶与羊肉 虽然时常吃一些羊肉对身体大有弊 但在吃羊肉喝茶时 羊肉中丰富的蛋白质 能同茶叶中的柔酸联因 生成一种叫碳酸蛋白质的物质 这种物质对肠道有一定的收敛作用 可使肠的蠕动减弱 大便里的水分减少 容易发生便秘 所以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 吃完羊肉后也不宜马上喝茶 应等2-3小时再喝 茶是我们平常最常喝的饮料 虽然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然而其饮用的禁忌 大家也应该要清楚才行 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